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要发的 当然就是我们所在的灵长类了 今天地球上最大的灵长类动物是生活在非洲的大猩猩 雄性大猩猩的站立起来 身高可达1.8米 体重近200公斤 雄性大猩猩身材魁梧 肌肉发达 给人一种非常彪悍的感觉 大猩猩的标志性动作 就是张开嘴巴 露出尖牙大声吼叫 同时说 手垂击胸膛 这其实是在展示自己的力量 就好像是在说 别人我 否则要你好看 灵长类中出现过的最大物种 比大猩猩还要大 它就是巨猿 听名字就知道巨猿的块头肯定小不了 一只成年雄性巨猿的身高 能够达到3米 体重超过500公斤 这相当于7 8个成年人体重的总和 如果一只巨猿站在你的面前 肯定会吓得你扭头就跑 这简直就是迷你版的金刚啊 雄性大猩猩 巨猿与人类的体型对比巨猿声 存在距今900万年前至10万年前 地点则是亚洲东南部 其中就包括了咱们中国的广西 四川 湖北等几个省 要知道第一颗巨猿化石 是德国学者在香港的一间中药铺里发现的 化石来自西南某地 因为国人曾经将化石当成传说中的龙骨入窑 所以中药铺的龙骨追离 就成了寻宝的好地方 话题有点车远了 其实论长相 巨猿并不像猿人 而更像大猩猩 他们平日里都是四条腿走路 而非双足站立行走之行走的 与大猩猩一样 巨猿也是以食物为食 所以他们要比看上去要害羞温顺的多 温顺并不代表好欺负 巨猿是群居动物 力大无穷的成年雄性 负责群体的安全保卫工作 当遇到危险的时候 会立刻挺身而出 其实巨猿生虎的世界中 最危险的食肉动物就是华南虎了 不过华南虎根本就不是成年巨猿的对手 巨猿曾经与国宝大熊猫生活在一起 不过他们最终在距今十万年前灭绝了 有观点认为 巨猿并没有灭绝 今天触没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雪人和神龙下的野人 就是他们的后裔 雪人 野人目前还处于传说层面 所以巨猿没有灭绝也只是个猜想 二海德尼上拳 放大版的罗威那扒完了灵长类 再来扒扒拳类 拳吗 就是狗猫 所有的狗都是狼进化来的 今天最大的犬类动物是生活在北美洲的灰狼 其体长两米 肩膀高0.9米 体重超过50公斤 犬类中最大的成员 可要比灰狼大得多 他就是海德尼上拳 海德尼上拳的体长超过2米 肩高1.2米 体重差不多150公斤 这个头与华南虎差不多 海德尼上拳与人类的体型对比 作者 Romani A.F.S.I.O. 海德尼上拳与灰狼的体型对比 作者 Mori O.I.A.N.T. 海德尼上拳长得并不像狼 倒是更像罗威那拳 这是因为他的脸比狼要短 这样脸型的好处 就是具备更强大的咬合力 咬碎骨头什么的都是小意思 海德尼上拳不仅咬合力惊人 而且善于奔跑 追逐并杀死猎物 可是犬类的看家本领 要不四条大长腿不就白长的 卢威那犬 海德尼上拳生存于距今一千五百万年前至五百万年前 生活的地方在北美洲 像今天的犬类动物一样 海德尼上拳也是群居动物 它们可是在大平原上追捕其他动物的好手 肯定会有很多人问 难道我们人类培育的这么多大型犬 都没有海德尼上拳大吗 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一条狗 是一只名叫大乔治的大单犬 大乔治的尖高1.09米 体重111公斤 还是没有海德尼上拳大 所以 海德尼上拳是当之无愧的拳中之王 最大的狗大乔治三 地鳄 和公交车差不多中最后一个 要挖的就是鳄类了 鳄鱼的体型普遍要比鳞长类和犬类大 其中最大的就要算是蜗鳄啦 蜗鳄又叫咸水鳄 因为它们能够在海洋中生活 蜗鳄一般都能长到五米 有记载的最大的蜗鳄 名叫洛龙 蜗鳄 体长超过六米 体重则超过一吨 它涉嫌两宗命案 2011年在菲律宾被捕 然后被展览示众 一年半之后 洛龙死亡 留下了当今最大爬行动物的记录 人们捕获 蜗鳄洛龙时的长颈蜗鳄是今天种恶类老大 但在远古 时代 生活着许多更大更可怕的巨恶 其中最大的就要算是蜗鳄 这个大家伙的体长差不多有12米 体重更是达到8吨 光是它的脑袋就有1.6米长 蜗鳄到底有多大 打个比方 它差不多有羽毛球场那么长 公共汽车那么沉 地鳄与人类的体型对比地鳄的长相 与我们印象里的鳄鱼不太一样 它的嘴巴细长 嘴巴前端有个远古的鼻子 跟今天生活在印度的恒河鳄有点相似 在地鳄的长嘴巴中 密密麻麻地长着70多颗尖长的牙齿 每一颗牙都像一枚粗钉子一样 穿透厚厚的皮肉都是小意思 地鳄的身体宽大 背部和尾部长着骨质的鳞片 可以起到防御作用 这点倒是和今天的鳄鱼一样 横和鳄 博物馆中的地鳄画石 其口鼻部很长 这张照片很好地展示了地鳄背上的古板 从生存年代上看 地鳄是本文三大巨兽中最古老的了 生存于距今1.2亿年的白鳄纪 当时恐龙还没有灭绝呢 地鳄生活的非洲北部就有很多恐龙 这些恐龙靠近水边的时候 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因为很可能正有一只地鳄就藏在水面之下呢 研究表明 地鳄和今天的横和鳄一样 主食是各种鱼 不过它们也经常攻击那些 坦敢靠近水边的小型恐龙 如此看来 恶地真的是陆地与河流湖泊交界处的霸王 被它盯上就死定了 攻击恐龙的第二次 谁最厉害 上面就简单扒了八灵斩类 选类和恶类三大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 它们分别是巨猿 海德尼尚选和帝鳄 遗憾的是 历史上巨猿 海德尼尚选和帝鳄没有机会相遇 但是如果这三个大家伙真的打成一团 到底谁最厉害呢 其实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冠军毫无悬念 肯定是帝鳄啦 这个家伙有着体型上的绝对优势 攻防兼备 生性又一场凶猛 第二名是巨猿 这其实在前文中就有提示啦 想想看 巨猿连华 南虎都不处 还会怕和华南虎体型差不多的海德尼尚选吗 这么一笔 海德尼尚选只能垫底啦 不过 以上分析的只是个体的实力对比 海德尼尚选和他们的现代远亲狼一样 是群居动物 遇到对手 是不会跟你单挑的 而是群体作战 这样算来 假如这三种生物 真的在同一时空里展开生存竞争 那恐怕笑到最后的 反而是团队作战的全刻的 会见阅读僵尸小盗龙或比特人真的存在过 但不在新西兰 在印度尼西亚 僵尸小盗龙太平洋深处真的藏着大怪兽吗 僵尸小盗龙白尔记大海怪现行记 六百瓶葡萄酒换来苍龙头骨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